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不是还讲给别人听 哇两则两则 自己都没做了 真正每天看两则 你再去给人家分享那个益处 人家一听就感觉你很大的收益 好 所以这个是 每一天体会的都可以去 去加深对你当前学习这一部经的深度跟广度 再来呢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呢 我们跟师长学习的 不管师长讲哪一部经 都会把各部经的经水 融到这一部经来讲 大家有没有发现 对啊 所以我们学一部经 其实也在学其他的经水 而因为呢 从其他的经水 以经来解经 就会让我们对这一句经文 有更深的体会 可是你不能今天学这一本 明天学那一本 所以真正有学问的人 他都会在讲一部经的时候 让其他部经经水通通融在里面 让你很好的去体会 比方说 我们都知道 这个北京的天安门 有故宫 故宫有太和殿 中和殿 宝和殿 所以我们的文化里面 非常强调和 和为贵 来 论语里面 有出现这一句了 而我们在强调这个和的时候 我们 在讲解 很可能会引到 易经说的 二人同心 其力断经 我们讲的时候 人他就去感受 两个人完全 心连心的时候 那个力量是很大的 这个是 易经里面的话 再来上书里面有讲掉的 克明俊德 以亲九族 他整个家族团结起来 九族祭墓 平章百姓 他的家族很团结了 然后再去领导 百官 还有其他的姓氏 百姓招民 协和万邦 又把其他的邦国 都团结起来 这个是指姚帝的德行 我们从这一句当中知道 这个和 很自然的 从家庭 慢慢的延伸到 社会团体去 包含 论语里面又讲 君子和而不同 礼记里面讲的 敬业要群 要和群 然后孟子又讲的 乐明之乐者 明亦乐其乐 幽明之幽者 明亦优其幽 今天 你都把老百姓的乐 放在心上 把老百姓的幽 都放在心上 都为他们着想 那老百姓就会为你着想 这个就团结和睦在一起了 那孟子又说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所以我们在谈这个和的时候呢 能够从 这个四书五经里面 他们从不同角度啊 来诠释和这个字 我们把它汇集下来 我们对和的体会啊 那个广度深度就上来了 当然哦 这个是那个演讲的人 讲课的人 他要有这个功夫 他就可以在一部经当中呢 讲解 让大家都能够 很能通达每一句经文 怎么用在生活当中 好 所以这个是博学于文 因为文经典呢 都能把这些道理彰显得非常好 好 这个是跟大家讲到的 博学跟一门深入啊 这个是不冲突的 学了之后呢 有疑问啊 要懂得去请教 所以弟子归说 心有疑 谁杂记 旧人问求却意 学了之后呢 要去正思维 慢慢的形成自己的判断力 好 那我们看呢 这个整个学习的次序啊 还要有很正确的心态 方法跟心态啊 事实上是分不开了 所以中庸里面告诉我们 他说有福学 学之福能 福错也 有福问 问之福之 福错也 意思就是说呢 不问不学则已啊 学到不能会 他绝对不会停止 这是一个人决心的展现 有福问 问之福之 不问则已啊 问了 而不能知道 福错也 我绝不停下来 这个恒心毅力 有福师 师之福德 福错也 有福便 他常去辨别 是非三恶邪正 便之福明 福错也 你要把事情给搞明白 想通达 解得彻底了 你才能行得正确 有福行 你去做了 可是也要做得非常的 堵实 不自欺 有福行 行之福堵 福错也 我们要遵循这个学习的次序 但是要把决心 毅力 恒星 要拿起来 这是中庸给我们的教诲 而且后面有一句 非常精彩 人一能知 几百知 能识能知 几千知 人家一次就会了 没关系 我数值差 不怕 我做一百次 总可以了吧 人家十次会了 没关系 我做一千次 一个人有这样的态度 百折不恼 能够坚定意志 果能耻道 果然能用这样的心境去做 虽于弊明 虽然愚昧 也会变得聪明 虽弱必强 本来软弱了 也会变得刚强 所以我们在学习的路上 人家学得比我们好 难不难过 气不气呢 会不会没信心 不会哦 因为大家都装着这一句话了 人一能知几百知 能识能知 起见知 就会把气馁 没自信的时间 统统省起来 就好好老老实实的 去做就对了 好 这个是学习的次序 另外呢 在用这个康熙皇帝啊 他学习的方法 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跟这个学习次第完全一样 康熙皇帝讲到说 讲论得知最述 你从别人的演讲当中啊 可以很快的 得到他学习的一些宝贵经验 跟体会 讲论得知最述 所以去听人家 已经积累的很好的 这些心得报告啊 那真的是很有福气的 讲论得知最述 圣诗明辩呢 叫思虑得知最深 你把听到的这些经验道理 再把它跟生活工作 处世代人皆物呢 去思维 怎么去用出来 思虑得知最深 你对这些理的体会就越来越深刻了 最后呢 力行得知最实 最实在的呢 最后还是得要力行才对的 好 那其实博学神问 没有办法改得了 当然对外呢 见义不为无永也 那我们也要提起这一份 道义悲心啊 这样我们的道德学问才能上得去 好 所以这些经典也好 或者历史当中的圣贤人呢 他们的见解 都是殊土同归啊 都是呼应的 好 这一节课呢 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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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位长辈、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学长们大家早安、早上好 大家很好学哦 最近常常听到学长在讲马来话 这个早安是SALAMA PAKI 午安是SALAMA PADAM 晚安是SALAMA MALAM 因为人不亲土亲呢 到一个地方能讲他当地的母语 老百姓听了觉得很亲切 所以我记得 所以我记得我刚到炉江汤匙 刚好他们有一个安排 安排我跟手工编织班的 这些妇女们交流一堂课 结果我发觉我走进去的时候 每一个人神经紧绷 因为他们听到老师两个字都很紧张 所以我坐上去的时候 感觉他们很紧张 很难受 我就跟他们说 今天来跟大家拉拉寡 这拉寡是他当地的交流啊 就是东北话叫唠嗑啊 在那个地方叫拉寡 结果我一说拉拉寡 他们都笑了 气氛就很轻松了 好 所以这个为什么要入境随俗啊 这个就是通达人情 之前呢 跟大家讲到宗教的融合啊 对于整个社会安定 甚至是世界的和平 非常的关键 刚好有一次呢 师长跟印度教的这些教友们 有一场聚会 谈得非常高兴啊 然后一起吃饭 那随从呢 有几位学生跟着师长去 结果这个印度教的教友们非常欢喜啊 就煮出他们最好吃的菜出来 结果端到面前来啊 一看呢 没有叉子 也没有筷子 因为印度他们吃饭啊 用手抓 好 结果呢 师长很自然的 赶紧吃啊 哎呀真好吃啊 赞叹人家 这么用心的准备 结果就看到其中一个学生 如如不动 然后呢 这个脸上的表情啊很痛苦 然后皱着眉头看着那个东西 吃都没有吃 那大家想一想啊 人家印度教这一些教友们 看到这个场景会怎么样 他们会很难受啊 没把你这个客人给招呼好了 甚至也会觉得 你怎么不能融入我们印度教的 我们印度人的生活方式呢 那这个隔阂可能就是我们不能入境水俗造成的 甚至于是师长这么多人很努力的在宗教团结 结果就因为我们有一个执着啊 把那个气氛都破坏掉了 所以人不能有执着 好 那我们接着呢 跟大家继续来谈 如何有效的学习 我们常说呢 态度决定成就 成功 而不是成功以后再来改变态度 不管是事业也好 还是学习圣行的学问 首先先害一定要摆对 所以我们学贵立志 这是正确的目标 所以我们之前呢 谈了以师志为己志 再来学习的次序 我们昨天谈到的性解行政 而这个解行当中呢 中庸又告诉我们 要博学 审问 圣诗 明辩 笃行 没有这个笃行啊 那就变成学术研究了 所以学了 我们就一定要去立行 这个就是重要的学习态度了 而学习的内容 我们学些什么呢 有一句话 点出了学习相当重要的内容 就是人无伦外之人 学无伦外之学 人都是在这个五伦关系当中啊 生活处世待人 所以学问呢 其实就在这个五伦的道理当中 伦理是指关系 能不能把这五个关系处好 这个就是学问呢 所以昨天我们讲到 容得性情上偏思 便是一大学问 这些话呢 其实都告诉我们 学问都要在自身呢 都要在人与人当中下功夫 容得性情上偏思 便是一大学问 消得家庭内嫌隙 便是一大经论 我们常说要把经典变成 生活工作处世待人 这样的人就是叫转经 把经典变成他的人生剧本 转成他的生活 这个叫立身行道啊 所以这样的人才叫在弘法 叫人能宏道啊 而不是我们说归说 做归做啦 这个不只不能宏道啦 让社会大众看了 那不能认同学习传统文化的人 那说跟做不一样 变为君子啦 这个不是宏道啦 这个叫棒法啦 在给世间人起坏的影响啦 好 所以我们看到呢 这个消得性情上的偏思 所以学问的功夫啊 还在把这颗心调到真诚 调到平等 调到清净 调到不贪 不撑 不吃 这个才是功夫 我们之前会觉得 哇 这个人好有学问啊 那可能只是看到表面 他可能出口成章 我们就觉得他学问很好了 苏东坡先生呢 在宋朝是大学问家 人家都很恭维他 你看他读了这么多书啊 可是他有一天 他跟佛印禅师交情很不错啊 就写了一首记子 是 当时候的读书人啊 都是辱道士三教的 都在熏悉的 所以 他突然当下呢 觉得他的境界不错 就写的这首记子 是说到的 齐首天中天 毫光照大千 这个天中天是佛啊 所以他对佛陀 佛像很恭敬啊 那觉得毫光照大千呢 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荆帘 他可能是在打坐的 觉得他当下心地非常清净 八风都吹他不动 端坐在紫荆帘上面 那这个八风呢 甚衰 毁欲 趁机 苦乐 这八种境界啊 来考验人 人很难 不在顺境当中 贪着 不在逆境当中啊 发脾气 那人一贪着了 清净心就不见了 人一发脾气了 真诚心 平等心呢 都不见了 那自己就不是在觉悟当中了 那就更谈不上说去利益他人了 所以我们感受一下这八个境界 胜 事业越做越好 越顺 人很不自觉的 就得意起来 摔的时候 难过了 人家毁谤的时候 纷纷不平和痛苦了 人家占欲的时候 所谓尾巴就比较容易翘起来 称赞你 饥逢你 用话刺激你 或者是你生活的很苦 这个时候难不难受 或者是很多快乐的境界呢 会不会乐极啊 深悲 这些境界是八方 好 好 那我们观照一下呢 这八个境界来 我们动不动 这不动不容易哦 结果苏东波先生说他八风吹不动哦 厉不厉害 厉害吗 厉害 也不是翻动 我们的餐中有一个公案啊 刚好一群修行人在那里探 切磋的时候呢 刚好风吹的这个翻了 动了 所以第一个人说翻动了 第二个人说风动了 结果六祖大师说 不是风动也不是翻动 是忍者的心动了 所以我们的心 动了这些不好的念头的时候呢 我们自己知不知道 所以今天苏东波先生在说他自己八风吹不动 其实他写这个记子的时候啊 他希望什么 希望人家觉得我境界很好 希望别人觉得我境界很好 其实已经动了 希望人家占预了 结果就把这个记子啊 送去啊 给佛印禅师看 佛印禅师看完了 马上给他 回了 一个字啊 就拿回去了 结果 说实在的 苏东波先生的心啊 什么时候动呢 动了多久呢 从一开始写的时候就动了 而且送过去的时候 动得更厉害 是不是 因为他在等 等着啊 哇境界真好啊 在等别人称赞的时候 动得更厉害 是吧 结果一打开来 本来是想说 赞叹他几句 居然上面写了一个屁字 放屁的屁啊 结果他一看 离他的 心中的期待差得更远了 他马上啊 这个火气就上来了 然后 用最快的速度冲到佛印禅师那里啊 要去找他理论 这个过程呢 还得坐 坐船啊 或河 结果到了山门 还没进门啊 这个佛印禅师呢 已经在门口贴了两行对联了 上面写到说 八风吹不动 一屁打过江 所以 这个当下苏多佛先生看了 怎么样 所以核树是道场 核树是考卷的 一切境界都是考卷的 道场在哪 心就是道场啊 假如当下苏东坡先生说 哎呀 这佛印禅生真是 把我最严重的毛病都点出来了 当场 扣头三败了 可能那第三个头扣下去了 苏东坡先生可能就觉悟了 有没有可能 有啊 当下那种自成的感恩 可能他就觉悟了 所以在学习的路上 不进 则退啊 能感激每一个人的提醒 感激每个境界的考验呢 才能够溺水上游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读书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在对峙这个性情 对峙这一颗心的偏失 有没有把傲慢去掉 有没有把贪拙 人家的赞叹给去掉 结果后来 苏东坡先生呢 没有顶礼三败 可能心里啊 还有点不舒服 哎呀 这真不给我面子啊 结果 后来又有一天呢 他们两个刚好一起 在修行啊 残坐 坐下来的心也非常的宁静 结果突然 苏东坡先生就问佛印禅师 你觉得我现在看起来像什么 佛印禅师笑着说 哇你现在心地清静啊 看起来像一尊佛 那苏东坡先生一听 哇我看起来像佛 佛是最高的 人家说我们像佛高不高兴啊 不要高兴的太早 这风又动了 巴风又动了 结果呢 苏东坡先生又问了 那你觉得我看你像什么 佛印禅师笑着说 你觉得呢 那禅师啊 他心广体盘啊 所以他比较胖 蛮有肉的 结果呢 苏东坡先生说 我看你啊像一坨粪 结果他一讲完了 哇他觉得今天挺高兴的 我像佛他像粪呢 就回家了 结果这个妹妹啊 看到他今天洗上眉梢啊 表情很不一样 就问了 哥哥你今天是有什么事啊 这么高兴 他就把这个过程呢 讲给他妹妹听了 说你看我是佛啊 他是粪呢 今天我赢了不少 其实当一个人觉得自己赢的时候啊 事实上他输得很惨啊 事服人 心不然 礼服人 方无言 结果他妹妹就跟他讲了 他说哥啊 你不止没有赢啊 你输得太惨了 人家是心中有佛啊 你是心中有愤能 人家心中有佛 见人是佛 你心中有愤 见人就是愤能 所以地址规当中说 恩欲报 怨欲望 一个人心里面 假如还有人的不是 还记了很多愤 那这个就是把愤放在哪 放在纯净纯善的心呢 这个就是很傻的事情了 我们的学问就是把心里面 这些傲慢 这些偏失 寄怨 寄恨 统统要放下 这个就是学问了 有这样的真心 诚心 在与家人相处 成则能感化 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但恐 尘心未至 我们的尘 够不够 就像我们 之前学到的 大顺感化了 他的父母 父亲跟继母 这个就是 消得家庭内的嫌隙 其实家人相处 不可能没有摩擦 在面对这些摩擦的时候 我们的心平不平 有没有对立 假如有不平 只会更严重 所以人与人的关系 他也是动态的 处理的好 就化解 处理的不好 就越来越恶化 有一位读书人 叫周文灿 他的哥哥 吃他的 用他的 住在他们家 连喝酒 都拿他的钱去喝 结果有一次 喝醉了 回到家里 还打他弟弟 诸位学长 假如你是弟弟 当下会怎么样 大家想象一下 吃你的 用你的 喝你的 住你的 还打你 结果连邻居 都看不下去了 就要找他哥哥理论 冲过来 结果呢 他赶紧阻止这些人 他说你们 不要破坏我兄弟的感情 不要讲我大哥的坏话 是我做的还不够好 大家 当下想一想 听到的 听到的人 能不能感觉 这个文灿 对他哥哥那种 自成的恭敬 没有掺杂一丝毫的愿 在里面 这些邻居很感动 而这个 这样的话语 假如有丝毫记住 兄弟姐妹的不好 不可能讲出这种自成的话 所以 我们今天家里人相处 人家的这种禅言 能够进到我们的家庭 造成不和 这不能只怪人家进禅言 更重要的是 根源是我们的内心 有把家里人的不适放在心上 人家进禅言 才有空间 才进得来 所以像文灿这种心境 任何人都破坏不了他的家庭关系 甚至于我们现在 夫妻相处有一点不愉快 那旁边的人 一讲几句坏话 可能这个关系就破灭掉了 当然 不能 人家夫妻有充足了 可要好好地劝告对方 先反省自己 你不要又批评他的另一半 让人家的关系更破裂 这个是造孽 临拆石做桥 不破一桩婚 你把人家的婚姻破掉了 他的后代子孙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有一个读书人 刚好 这个 几个人聚在一起 正准备进京赶口 结果有一个人家 其中一个另外一个读书人 他刚好做梦了 梦到去看了榜单 结果他还问 这个读书人 学问很好 他有没有上 他说没上 下面还著名 因为这个读书人 因为这个读书人 曾经给人家写过离婚的这个诉说 破了人家的婚姻 所以把他的功名给削掉了 结果果不其然 考出来的结果真的他没上 所以这个读书人 赶紧回到这一对夫妻的住的地方 然后调查 他们两个虽然离婚了 还没有另外找人家 他赶紧小以大意 让这一对夫妻又合起来 后来下一次考试 他又考上来 所以这个人生的吉凶祸福 每一天都有加减乘处 要顺着这个伦理道德因果去做事才好 好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 他的大哥 这么样无礼对待他 但是只要他不跟哥哥冲突 这一个关系就不会再恶化下去 而所有的人 都会感觉到他的德行 都会说到 文昌这个弟弟太难得 太难得了 所以这一件事情 一定会传到他哥哥的耳中 你看这个弟弟 全心全意照顾他的哥哥 结果他哥哥还打他 我们这些邻居要替他抱不平 他还觉得是他不对 他还觉得我们不可以破坏他兄弟的感情 请问大家 他哥哥听到以后会怎么样 哇 那个人的惭愧心就起来了 所以感化他人不是用道理给人家压下去的 一定是做到让人家的惭愧心很自然的提起来 而怎么能提起来 就是一个人真性情真诚的流露 就能够让人提起这一份惭愧心的 所以这个是学问 消得家庭内嫌隙便是一大惊愧 便是一大惊愧 好 怎么在很多生活的情境细节当中 真正去落实这个轮常的大道 这五轮 是学习的重点 孔子也讲到 在论语里面有提到 子下曰 弦弦弦异色 四父母能结其利 四君能治其身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虽曰未学 无必为之学义 虽然他可能说他没有很好的学问 但是他只要能把这些道理都做到了 这个是真有学问的人 我们 在读孝经的时候有读到一句话 叫孝替之智 通于神明 光于四海 无所不通 所以在这个东北 有一位老人家王善人 他对父母 竭尽全力的孝经 他对自己的兄弟 也是不予余力的去爱护 去协助 包含兄弟姐妹的下一代 他都尽心尽力去做 那这个孝替做到极处了 通于神明 光于四海 他不是智的人 都能通达很多天地的 这一些做人的道理 还可以给人家开导 所以这些都是在印证 经典里面讲的道理是正确的 好 我们看到 指下讲的 弦弦异设 这个在五轮关系里面 这个就提到了夫妇之道了 今天一个人走上婚姻 他选择对象是以什么为标准 这一题这么难吗 以德行是吧 嗯 标准答案 我们现在都很会讲标准答案 德行很重要 不过长得漂亮也很重要 是吧 虽然标准答案是德行 不过那个不过 就是真正遇到情况的时候 就守不住了 好 所以我们看诗经里面第一篇文章就讲到 观观居鸠 在何之中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为什么这一首诗摆在第一位 因为学问都是在讲伦常 在讲道德 而整个五轮关系当中 很核心的一个部分 是夫妇的关系 有夫妇 而后有父子 而后有兄弟 那这个夫妇关系处得好了 这个家就安定了 夫妇合 则家到成 所以指下再叙述 什么是有学问的 那首先摆在第一位的就是夫妇的相处 重德 不重色 好 那 谈到这一点 我们这个 男士 最难过的关就是色管 女众不要笑 听说现在女众好色的情况也越来越严重了 这个不是我乱讲的 我有证据 现在说什么话都要讲证据 我跟大家讲过了吗 没有 这一次我回台湾 我们有一位同仁 她是在 她是在 地方法院工作 她就讲到 最近发生 几起 不是一起 几起案件 是 比方 英国人到了台湾 英国的男士长得很高 很帅 然后开着B&W 然后又声称她是什么名流 还是什么马术比赛的国手 就是有很多的头衔 都是在网上写上去的 网上去找朋友 结果就很多的女生跟她交往 然后还跟她谈 一起买房子 买家具 而且不是一个 抓到一个的时候 都是七八个女孩子 都被她骗了 然后呢 她已经被抓起来的时候 还有一个女子 是大着肚子 到警察局去说 我被骗了 而且那些女孩子通通都是 社会地位跟学历很高 都是什么会计师 这一类的身份 最后呢 我们分析起来 他们有两个问题 才会陷到这个陷阱里面去 第一个 好色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当中 就是说女子的好色 翻开了 翻开了历史的第一页 我们希望不要再翻开第二页 这个不得了 第二个呢 就是虚荣欣 他觉得好像跟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显得他的身份 他更好像更受人家 恭维那种样子 所以这个人活在这个虚荣当中 真是要栽跟头了 所以孔子就感叹 说以以乎啊 这以以乎就是 哎呀 罢了吧 罢了吧 无畏见能 无畏见好德 如好色则也 我没有见过 那个喜好道德 喜好学问 甚过于那个喜好女色 美色的 那种态度 我没见过 好 诸位男士 你们有没有回想 你们以前追女朋友 那个时候的状态 你们就拿那种状态 学地主规 学伦理道德 你绝对有成就 你的好德胜过好色 那不得了 而且大家要了解 其实啊 天理跟仁欲啊 它是互相嚣张 你的天理 你的这个智慧 所以德恨越高啊 欲望自然减少 你欲望越来越多了 你的德行一定是下降下去的 你就被这些欲望给控制住了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 这个论语里面讲的 一单是一瓢影 再肉像 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敢其乐 我们一看完 好 效法延回 开始一单是一瓢影 三天就撑不过去 然后就说 哎呀太苦了 不要羞了不要羞了 所以这个学习的方法 要循序 渐进 有的人一看人家 哎哟人家只吃两餐呢 我还吃三餐很丢点 好不吃了 就一餐不吃了 结果呢一个礼拜下来 就瘦了好几公斤 不可以这么干 因为你们假如用力过猛 伤了身体回去 你们家里的人会说 到马来西亚中华文化教育中心 都会瘦成这个样子 原来是因为蔡老师在那里 这不好的影响 所以诸位学长们不要用力过猛 要循序渐进为好 所以这个 其实啊 只要我们很精进 慢慢欲望就可以淡掉了 当然很重要的 主要的还是要言以利己 宽以待人 我们不要回去的 这个对待另外一半吃啊 还有生活上的一些需求啊 我们一下子就整个都把它给 拿掉 那他可是要抓狂的 是吧 言以利己 宽以待人 应该体恤他人的学习 都有一个过程 不可以太苛刻了 对人 所以面对另外一半的一些 生活上的欲求 我们应该啊 慢慢的把这些伦理道德 不断的引导对方学习 他都是在这种 法喜当中啊 他的欲望就慢慢 会减轻哦 所以做什么事啊 都要体恤到 是有过程的 是要体恤到人心人情 不可超之过其的 这个心柔软了 就能体会得到 不要超之过其 好 所以这里又提到的 是父母能结其力 这是孝道 是君能至其身 这是敬忠 所以夫妇 父子 君臣 兄弟 朋友关系的 这一句里面就包含了 四个轮场关系 只要这些轮场都能处理得好 虽然他说他没有学问 但是我无必为之学语 就是这个才是真实的学问 所以我们这一段时间呢 学习的内容 五轮 还有五常 仁义理智性 四为八德 这个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啊 文化最宝贵的财产 也是最大的特色 我们看各个民族啊 都很难找到像我们这个民族那种 中义的精神 你看杀生成人 舍生取义啊 所以我们深入这几个主题来探讨 就是掌握了整个 中华传统文化的纲领 好 这是学习的内容 所以四千五百年的内容 都是在谈着 这个五轮八德的内容 好 再来呢 学习的方法 一门深入 常识熏修 弟子规当中告诉我们 方读此 物目比 此未中 比物其 好 我们学习一本经教呢 就深入的去学习它 把它学习好 再学第二部经 假如今天学学这一本 明天学学那一本 心不容易专注 而且很容易就变成 好像研究一样了 只是知识的记忆而已了 没有真正深入到自己的内心 进而去转变自己的习气了 好 所以一门 就是我们当前学习最主要的经典 是地子规 而这里面 地子规涵盖的精髓 其实都不理五轮五常 视为八德的精神在里面 而我们所有所遇到的一切人事物 我们都把它回归到地子规当中 来体会各种的人情事理的道理 每一天遇到的人事物给我们的启发 我们都记下来 那这一个情况就是事物忙多错 今天遇到的这件事情就是 所以我们就整个把生活跟经典完全融在一起了 这样就能深入理解每一句经句 好 这个是学习的方法 而诸子 诸希夫子 他维学的方法呢 有提到循序渐进 这是诸子读书法 循序渐进 俗读今诗 虚心含有 切极体察 卓紧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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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拘禁持之 这个是诸子 读书的方法 其实这个方法 它跟心境也是相互呼应的 好 我们看循序渐进 就是不要超之过急了 我们这个学习的心态 第一呢 学贵力行 而这个力行当中啊 首先从最难处下手 当然每个人的最难处啊 不见得相同 不过我们这一个时代呢 有一个难处啊 就是急躁 就是急躁 所以那一天我们也提到 唯学第一功夫 要降得 浮躁之气啊 能定下来 一急啊 心就不在道中了 所以诸夫子提的这个循序渐进 很重要的也是在对峙我们这个急躁的心 急于求成的心 所以我们昨天也提到 神聚目断 炎低时穿 水到渠成 瓜属地露 所以对峙啊 急躁呢 最重要的要平缓 所有的言语 行动 都要提醒自己要缓和 因为人一急啊 所以 处事啊 大忌急躁 处理事情啊 最怕的就是急躁 急躁 则 则 则先自处 不暇 安能自事 我们的心一急躁的则自己先是自处不暇 就是自己已经乱了方寸了 就不能从容了 自己心乱了方寸了 怎么接着把事情给做好呢 好 所以 首先呢 要对峙这个急躁 好 再来呢 诸子读书法里面讲到的 熟读经诗 熟读了 我们才能记住这些教语啊 在我们的生活点滴当中 马上能提起观照 所以修学啊 一定呢 一开始要先重量 就是你要读的变数要够 它才观照的了 不要一开始就说 我重值不重量 忽略了这个量呢 可能熏悉的力道不够 生活当中都提不起观照来 所以这个也得要老实啊 要熟读 所以这个又牵扯到呢 我们这个学习的重要的态度啊 要老实 老实听话去做 所以这个变数啊 就不能少 比方说 师长老人家说 了凡视讯要读三百遍 好 诸位学长 我们读了吗 了凡视讯对很多道理啊 讲得非常通透 但是我们假如不读到三百遍呢 就很难了解 师长要我们读的苦心是什么 所以这个老实听话呢 其实不容易的 好 再来呢 虚心含有 很虚心的去领受 诚心的去领受每一句教会 切记体察 就是每一句经文 都是拿来对照自己 有没有做到 而不是去对照别人 因为这个孟子也提醒我们 人有一个态度很容易起来 就是好为人师 懂得多了 很可能都变成要去要求别人 就不妥当了 所以这个心态是切记体察 所以在学习的心态当中呢 只有自己是学生 这样的心态呢 才能切记体察 也才能调伏得了我们的傲慢的态度 不然这个习气 你不用打招呼啊 他就自己会来了 着井用力啊 这个就是提醒我们 要有恒心了 而且不可以懈怠 这个求学问呢 就像 溺水行舟 不静则退了 就像钻木取火 你不把火钻出来啊 就休息了 那可能前面的功夫啊 又退下去了 所以钻木取火 一定要把火钻出来 这个就好像那个火烧起来 就是智慧出来的时候 才能得受用啊 没到智慧出来就懈怠了 那就很难提升自己了 所以这个恒心重要 好 我们昨天讲到 我们每天都跟古人学习 每天看两则德语故事 可以重复看 从昨天开始了嘛 大家保持下去 这个曾国藩先生就讲到 敬至恒至 公敬跟有恒啊 这两个字啊 是彻始彻终功夫 至始至终啊 要保持的态度 大凡尽得 则 辞之以尽 曾国藩先生的学问呢 也很了不起 所以他这些心境 都是他真实体悟到的 修业 敬得修业啊 修业 则 真之以恒 好 我们看 实时保持这个对人事物的恭敬 主敬存成啊 这个学问就可以成就了 但是不容易哦 那大家想一想 这恭敬心好不好保持 不容易哦 懂几个道理了 连自己的父母师父都瞧不起哦 所以这个实时要 切记体察 这一颗心有没有偏掉了 哦 以至于 曾经 在我们成长过程中 帮助过我们的长者 亲朋好友 有没有因为我们今天有地位了 有钱了 有名气了 而对他们的恭敬 减少了 对他们的感激减少了 反而 变得好像高高在上 那这个不只啊 不能弘扬传统文化 这让人寒心哦 哎 怎么学了之后呢 不念旧了 不恭敬了 好 好 这个是静智 还有有恒心 才能静得修业 好 那我们看 好 这里也提到了 诸夫子 提到的这个拘敬 时时都要恭敬 然后这个志向 都放在心中 每一步都跟这个目标 是相应的方向在迈进 所以我们今天 遇到了一些事情 起了一些烦恼 要迟迟提醒自己 这个跟我的目标是不相应的 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赶紧放下这些习气执着 往目标迈进 怎么做才能利益自己 利益家庭 利益社会 利益民族 利益后代 这个才是我们的目标 人时时提起这种目标 整个那个情绪 就能转得过来了 好 那提了这几个点 包含 刚刚跟大家提到的 这个学贵利益 什么时候开始利益呢 古圣先贤 他们给我们的风范 就是一懂道理了 马上就去做 我们特别遵从的 顺王 孟子 谈到顺王的时候 有说到 顺王他还没有听到好的道理 看到好的榜样以前 他是去住在深山里面 跟这些野鹿 野猪 常常走在一起 与一般的这些农民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但关键在于 大顺子要 闻一善言 听到一个善言 见一善行 看到别人善的榜样 他马上就去效法他 而且那个效法的 那种态度 就好像那个 落绝江河 就好像那个黄河溃体 任何人都挡不住他 要去 力行这些 善言善行的力量 谁也挡不了他 断恶修缮 所以这个是 力行的榜样 所以我们几位学长 姓陈的学长 姓胡的学长 这几个都是 这些姓氏都是大顺的后代 一定要把这个精神继续保持下去 那其他不是大顺的后代 有没有说好险 我不是 那就是自暴自弃的 这个不是自己直接的祖宗 也是我们中华民主的共主要效法 那周朝的后代 在我们整个中华民主比例也是相当高 这个我是周文王的后代 我是怎么知道的 看德语故事知道的 因为德语故事的作者是蔡正森先生 前面就有一篇就是蔡氏的始祖蔡仲写的 开释 里面就有提到是文王的后代 所以我现在讲一个文王的故事 真的这个人 这种血统是很有感情的 所以我只要遇到跟我同性的朋友 朋友感觉特别不一样 甚至于是在历史课本里面看到 某一个奸臣叫蔡某某 我就全身不自在 所以这个确实是德语商 于所有家族的人都修 人真正能念的祖先 战战兢兢 不敢做出犹如祖先的事出来 你说这样秦会 秦快 他干了这么不好的事 后来有一个人 到岳王 到岳王庙去的时候 他很感慨 他说 人至宋后 扫明会 扫明快 这个有时候挺麻烦的 大陆叫做会 台湾叫做快 这个我们 大陆跟台湾两边的教育当局 以后常常沟通一下 不然我们有时候讲课挺麻烦的 他说 人到了宋朝以后 就是秦会以后啊 就没有人再拿这个字来取 扫明会 我到坟前 会姓秦 我到岳王的坟前 很丢脸我自己跟秦会同性 他也姓秦 所以他觉得很惭愧 好 这个故事是在周朝的时候 刚好周文王有一天问江太公先 江太公说道 怎么样治理好一个国家呢 江太公说道 他说王国很兴盛的国家呢 富民 让人民真正得到利益 大国富士 是 仅存之国 富大夫 皇道之国 即将要灭亡的国家呢 富仓府 仓府就是天子自己放粮食的地方 放一些财务的地方 其实意思就是说 要往的国家就是只有天子自己有钱 而真正兴盛的国家就是 人民都安居乐业 都不用为生活担忧 好 那我们假如在企业界来看 哪一个企业要倒了 就是看来那钱都只在他老板的手上 哪一个企业可以永续发展下去呢 那就是他的服务的客户 都能够真正得到他企业的服务跟利益 这个才是他企业长久之道 所以我们看到古代这些例子 我们也要懂得怎么用在我们现在的企业 现在的社会 精神是相同的 昨天我们陈学长提到企业内部 现在在推行地质规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今天在学习传统文化 首先要冷静一点 不能学一个东西就否定前面所有的东西 这个就太不冷静了 不理智了 哪怕前面有不对的地方 改变都要顺着人心循序发展 你一下子调得太大了 当事人都搞不清楚状况 这个时候人心会乱掉的 你要让他理解了 慢慢去修正他才很能接受 好 而 并不是说我们学的传统文化 前面的这些都不对 这不妥当的 我们还是要理智 客观的去看 再来呢 我们要推行传统文化的话 我们的制度 也要跟整个地质规传统文化的精神要相应 不然我们学的是伦理道德 可是制度并不是以这个精神为主啊 那底下的人就无所适从 地质规说 凡事人皆虚爱 可是为什么 出现一些跟客户一些问题的时候 都是想到要先维护公司的利益 那这个时候就跟地质规的精神就是冲突了 这个时候就要调整公司的制度了 在这一个部分呢 这胡晓琳董事长 他今年初 1月1号1月2号在新加坡讲到的很详细 他都是把这些制度完全改成 跟地质规相应的制度 甚至于他给他的员工讲 他说你可以没卖出产品 可是你一定要把地质规光盘 都要送到这一户人家 让他们的家庭受益 这个就是利从益生 利益从盗益生出来 利至益生 财至盗生 这个才是商道 这个意义呢 就是很好地去服务好我们的客户 这种心才是意犹 而不是想着说我要去赚到钱 我们今天从事一个健康的事业 我们卖出这个东西 最希望的就是他健康 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把这个产品 给他介绍清楚 以至于后面要把他服务好 让这个产品利益他的家庭 达到最大化 这个就是意义 但是大家想想 接受的人都得到很大的利益了 他的事业会不好吗 那更多的人口碑就出来了 所以我们以前几千年的商道 都是真正用心地去爱人 去服务人 口碑自然相传 可是现在很注重打广告 可是砸了这么多钱做广告呢 很可能是在创造业绩 而不见得是真正服务好客户了 大家都在充业绩充业绩 服务在哪里 假如只是为了业绩一直充一直充 没有好好服务 这个事业是做不长久的 很自然的口碑也出不来 所以我们有一个企业家很难得 他就反思 他的业绩确实是很好 他是卖在所有的机场练习打制的 卖出的产品很多 结果他后来了解到 真正把他的产品 放在电脑里面真正练习的比例 好像还不到百分之十 那真正受益的人多不多 很少 都训练了每一个去销售的人 能达到讲的让那个人不得不满 他觉得他业绩越来越好 能不能长久 长久不了 我们不能从事一个事业 变成了只看到业绩 而没有看到企业最重要的本质 就是服务好我们的客户了 所以这个意义是服务好客户 而且这个意义里面还有什么呢 照顾好我们的同仁 这个企业家也反思到 我这几年业绩这么好 可是我几个重要主管 统统身体垮下来了 他讲到这里眼泪都流下来了 这些人跟着他打江山 最后的结果是一个一个都病倒了 都很严重的病情 所以服务好客户 照顾好我们的同仁 这个事业才能长长久久 所以当下呢 这个文王听了江太公这一席话 他说讲的太好了 善 结果接着呢 江太公先生就给文王讲了 你虽然说这个很好啊 但是呢 素善不详 这个素质呢 可以做什么解呢 可以做 知道善而不去做 这个是不吉祥的 或者是呢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素就是隔一天 听到的善隔一天才去做啊 那也不吉祥 所以什么时候做啊 当下就去做 所以文王听了江太公这一句 素善不详 马上交代下去 赶紧把我的粮仓打开 去接济观寡孤独这一些苦难的人 就马上就去做了 所以周文王为什么被尊为 世民如商呢 看到人民呢 就像看到自己 看到自己的家人一样 深怕他们没有被好好的照顾 好 好 好 这个是提到呢 我们 学习的心态啊 这个马上好的东西就要去落实 去立行 好 今天呢 先跟大家交流这四个 学习的心态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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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大家 大家早 好 谢谢 大家 特别的好学 所谓 世事留心皆学问 人情练达皆文章 记得 第一次呢 我们在古静呢 也有一次的静修学习 那我在房里面呢 一静门呢 看到一个十心语 也对我们的也很有启发 十心语 做人要爱心 对人要宽心 多宽恕包容 帮人要耐心 说话要细心 做事要专心 做事要专心 逆境要忍心 修学要恒心 修学要恒心 事事 事事才顺心 这个十心语也告诉我们 我们 修学啊 求学问 根本下所处 在这一颗心 在起心动念处 那第一句呢 做人要 爱心 那我们所有 处事带人皆物呢 都是设身处地 为人着想 有这样的态度非常好 为什么 慢慢的呢 把自我放下 把自私自利放下 这个是会用功 所以事长一直说 从哪里开始下手 念念为人着想 对人要宽心 包容 人家做的不妥当的地方 不要计较 先人不善 不是道德 这文化已经断了好几代了 大家现在呢 不是很懂这些 处事带人皆物的道理 无有余者 书无怪也 没人告诉他呢 我们不应该去责怪别人 其实 当我们在想着 师长这些叫鬼的时候 这一句话 有没有入我们的心 入了我们的心呢 我们就在道中 没有入心呢 叫知识 所以 师长 讲经讲得非常的透彻 是 假如我们没把老人家的话 入心呢 那是增加了一些知识而有 学识而有 没有去转变自己的心态 积累的知识越多 没去改心 没去立行 那会像弟子归说的 不立行 但学文 涨浮华 成何人 所以我们同修之间 互相观察呢 听师父讲经呢 三年之后呢 一般的人都可以辩财无碍 大家谈起道理来 都是一串一串的 可是在讲的过程当中 可能讲的对方 已经听不下去了 已经口吐白沫了 我们继续讲 都体恤不到对方了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们增加了知识呢 增加了傲慢 却反而 没有能实时提起 为对方设想的心 所以这个我们要很谨慎呢 这个学习的态度 学习是不断的淘汰我们的习气 而不是增加 很多的傲慢 甚至增加很多的 贪着 我们学习也会贪着 这部经我也要听 那部经我也要听 我曾经 还没有学传统文化以前呢 在社会上呢 曾经参加过一些课程 结果 发现了一些 朋友呢 他是这个课也上 那个课也上 那每一次上的课 就会发一个奖状 然后一进他们家 那个奖状贴的整个面 然后就告诉大家 那个课我也上过了 那个课我也上过了 而且上那个课还花了几千块钱 那我们感受一下 他的学问上去了 学的东西变多了 可是他的心 心性在往下沉沦 他傲慢了 他炫耀了 他自己不知道了 所以我们听师父讲经 跪在内化 把这个道理呢 变成自己的纯心 这个才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听完师父讲的 无有余者 书无怪也啊 没人告诉他 你不要跟他计较 不要责怪他 这个心就平了 假如我们看到别人不对了 还很气愤 那这一句话又白听了 那这个就变成 我们就是拿师父的话来消遣 或者拿师父的教诲来要求别人 那这个都不是正确的学习态度了 好 所以对人要宽心 帮人要耐心 那帮助人不是那么容易啊 你得要设身处地啊 你得要善巧方便 以他能接受的方法 来协助他 好 再来说话要细心 好 像 你 这个常理举药里面 有提到的 你说话以前 要可以感觉到 这周围的 这周围的人事状况 见诗一人 不谈得意识 最近他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结果我们还在那里 哎呀我最近好得不得了啊 讲着讲着 人家就很难受了 这个心呢 柔不柔软可以感觉到 再来这个细心呢 很重要的 信达雅 信呢 是如实的 把人家交代的话传过去 不要加加减减 我们现在很容易听人家的话 又加自己的意识 传过去 有时候都会造成误解哦 所以这个信很重要 听仔细 然后传话过去 这个都是要很细心才做得到 假如我们在听人家讲话 进而要传的时候 听的时候就很急 很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 如实的把话给人家传过去 所以实时心呢 要调伏 要定 要柔和 然后听清楚的 再给人家传过去 不然我们说话无形当中 都会犯过失的 假如怕记不住 常常呢身边 带个小布子 人家交代什么事写下来 写清楚 再去传 这个都是体现我们 做事的谨慎跟负责任 体恤他人呢 不忍心 把人家的事情办坏了 这颗心呢 都是从这些细微之处 开始练起的 答案 当然我们在讲的时候呢 要讲得清楚 字句啊 分明 不要讲得太快 甚至于是 要传的时候呢 如实的传 然后自己整理整理 怎么样讲呢 听的人会更容易明白 就是通答 讲话很通畅 让人家听得很容易理解 这个是答 有时候你 确实把 这个交代你话的人 的话记清楚了 但是很可能 他讲的比较没有系统 可能东 东一句西一句 这个时候透过你 你把它整理好 怎么讲呢 听的人会听更明白 这样就很好答 你假如有这个心境啊 身边的人呢 都会觉得给你办事 他特别放心 让人放心呢 叫不恼害众神 我们修学的人 都说要持五戒啊 不杀 不道 不邪淫 不忘 不饿 不喝酒 这个不杀呢 不是只有字面上 杀害生命而已 更深的意义是 不恼害众生 就是不要因为自己做的不好 自己的行为 而让身边的人痛苦 或者是不放心不安 我们做任何事情 都要让上师操心 都要让上师提心掉胆 听说现在不止掉胆 还要掉肝 那这个就是脑海了 静天乱子了 那就不行了 在期许自己啊 在这些做事当中更谨慎 让人更放心 好 这个雅呢 就是文雅 柔和 比方说 给我们交代话的人带着情绪 透过我们呢 这个情绪消掉了 传过去的是柔和的 甚至于是有一些 对立的话呢 消掉 传过去 你比方说一个男子 这个 妈妈讲完的话 要他传给太太 这个时候他要会传 把一些好的传过去 不好的自动消音 是吧 多 这个就是在传话的过程当中 这个雅呢 修养 能够增加人和 而不增加对立 增加误会 这个就是雅的功夫了 所以这个说话要细心 做事 要专心 我这里怎么空一个 那我刚刚就脑海众生 很多人都在那里想 怎么这个字不行 然后刚刚那五分钟 都没专心听 有没有 有喔 这叫执着 是不是 这个就放下就好了吗 当然你这个执着是我造成的 所以我有过失 做事要专心 做事要专心 专注啊 才能把事情做好 才有定力 不能坐在椅子上做事情 脑子都在想其他的事 这个就不妥当了 而且这个是没有尽忠止所 我们该做事的时候 心都定不下来 这就有 这个对不起领导啊 对不起工作啊 逆境要忍心 逆来顺受 这个也是考验人呢 度量要大 好 所以 这个修学要有恒心 啊 确实 这个修学啊 绝非一处可及啊 一日之功 醉际啊 急躁 急于求成 所以 修学啊 要有恒心 坚持不懈去学 而且用心呢 要在当下 人一想啊 还要多久 还要多久 他那个烦恼 恐惧啊 就起来 就像爬楼梯啊 今天你去爬九华山 怎么爬 大家去爬过九华山没有 爬过 山很高 假如你一看 哇 这么高 你脚就乱了 你假如啊 就看着前面这一梯 是吧 你都不去烦恼 哇 怎么这么高 怎么这么多 你都不去想这个 安住在当下 尽心尽力 做好每一分钟 走好每一步 可能当你 走到的时候 啊 怎么到了 怎么一点都不累 因为你就没想累 他就不累嘛 你一直想好累哦好累哦 他就累给你看了嘛 是吧 哦 所以这个有恒心啊 日日行不怕千万里 常常做不怕千万事 而我们 要很清楚啊 一个人 一个人最重要的呢 是自己心静的提升 因为我们都没有觉悟啊 怎么去帮人家觉悟 假如我们现在在做事的过程当中啊 心都很烦躁 不安 这个我们的绝躁啊 已经失去了 我们办再多的课程啊 我们办再多的课程啊 好像人家听了很感动啊 好像在利益他了 事实上 自己没有觉悟啊 而能觉悟别人呢 无有是处啊 是不可能的 我们办了课程 他很受益 那也跟他的家教 跟他过去世的善根 有很大的关系哦 绝对不是只有说 我们办一个课程 他就改变了 我们办一个课程是缘分 当然也是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 还有他的家教跟他的根基在那里 支持着他 所以我们办课程呢 更重要的是力士练心 提升自己 我真正在服务别人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做人要爱心 对人要欢心 帮人要耐心 有没有能够提得起这一些态度来 所以办活动是在历练自己 别人是来成就我 来让我了解我现在的功夫到哪里 不然我们都觉得 你看我帮多少人 帮多少人 傲慢又起来了 鞠躬又起来了 清静心又不见了 所以修学最重要的 时时要守住啊 守好自己这一颗清静心 好 所以当前负责的事情 随缘尽力 但是不可以操心 一操心呢 心烦意乱 而且自己心烦意乱 旁边的人能不能感觉到 哇那麻烦了 那就要一堆人越学越苦 你说可是事情太多了 我是在心 整个没有办法定下来的 那就要量力而为 你就不要做那么多事情 好 能做三件就做三件就好 不要打中脸充胖子 做五件做十件 那打中脸充胖子 能充多久 好 我也没经验 没实验过 撑不了多久的 要稳扎稳打 尤其是时时要关心 看自己的心 是不是在道中 都有这样的心境 关照自己的 事事是好事啊 都是来成就我的 人人是好人 都是来帮助我 都是来给我发考卷的 让我能知道自己的状况 那你就感谢所有的事 所有的人 那就没有坏事了 这样事事就能顺行 好 我们的同仁呢 做的这个十星雨啊 那都是他们对我们的用心 我们好好地来领受 这些宝贵的智慧 包含最近大家吃饱饭呢 都是在湖边散步啊 请问大家 你们多久没有在湖边散步了 Long time ago 很久以前了 其实我们的心啊 可能常常都是在急躁当中 都不知道原来日出这么美 原来月亮这么圆 原来湖水这么清澈 原来那个树随风飘逸啊 这么样的美好 其实 我们的老祖宗啊 常常都在这些天地弯物啊 体会做人的道理啊 因为他的心很定 很安 定 一接触人事物啊 他开智慧 所以他处处留心接学问 树也是我们的榜样 大家看那个树啊 他根基扎得很牢 他根是不变的 可是风一吹他呢 他有没有说 你不要吹我 他没有 他随缘哦 随缘 大原则不变 其他的呢 不要太执着 跟人家配合的时候 人随顺随顺 可是根不动 所以那个枝叶在飘啊 叫随缘 但那个根扎老了 叫不变 不变的是仁爱心 不变的是清净心 不变的是真诚心 但是跟人相处了 那就以众人可以接受的方式啊 跟他们互动就对了 不要执着 一定要怎么做 那这个树啊 它是完全无求的 在对待一切人 甚至一切生命 你看树叶每一天都放出氧气 让生命延续 然后他的树干树枝 可以给人建房子 可以给鸟做窝 他的果实可以给生命食物 所以整个树的所有的部分 全部都是奉献给这个自然 他无求 那我们反观自己 我们好像做了一点事情 就希望别人回报了 那比起这个树的牺牲奉献精神 那我们就差一截了 处处留心啊 都可以给我们启示 我记得前不久啊 我到深圳去了一趟 遇到了我们吴小兰副市长 大家认识吗 是叶 叶显平先生的夫人 是叶建英元帅的媳妇 那老人家已经82岁了 站在台上 讲了两个多小时 脸不红气不喘 这个是我学习的